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故事长大后再回想真的很讽刺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其中最讽刺的一集 名字叫《我的故乡是地球》 故事讲述了东京在此时要召开世界和平大会 但是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国飞机 却都撞在了一堵看不见的墙上实施了 科特队对这次事件展开了调查 发现原来是宇宙人搞得贵 但是宇宙人乘坐的飞船是隐形的 然而并没有难倒科特队 他们研究出了三种射线 在追赶宇宙人时成功击落了他的飞船 这位神秘的宇宙人也出现了他的真面目 当看见他那一刹那 前来协助的国际代表竟然认出了这个怪兽 并说出了他的名字 队员们都很诧异 夜晚他终于和科特队员们道出了真相 原来这个叫做贾米拉的怪兽 曾经是一个人类宇航员 但却发生了意外而无法返回地球 但是如果人类要救他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类物力 于是就让贾米拉自生自灭了 就这样贾米拉流落到一颗星球上 受这个独特气候的影响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而贾米拉心里却一直保留着回家的愿望 这讽刺的故事让警手失去了斗志 大喊我不干了 但高层却命令把贾米拉怪兽一样消灭 会一开始贾米拉还是开始了自己的破坏 他尽可能的破坏着广场上象征和平的旗帜 有人想要呼醒他 他顿了一下还是继续破坏着 于是早天还是辨识奥特曼进行了战斗 贾米拉唯一怕的就是水 奥特曼发射奥特流水消灭了贾米拉 而倒地的贾米拉用尽最后一次力量 还要锤打淤泥里的旗帜 可谓是讽刺至极 生命因水而来 贾米拉却因水而死 最终和平会议成功召开 科特队给贾米拉立了个墓碑 上面写道 为人类的科学和梦想现身的战事长绵于此 好了 现在豪哥公布本期的猜土答案了 小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 好了 喜欢看豪哥讲解动漫视频吗 一定要搜索关注豪哥的优酷号 动漫三分钟 咱们下期再见哦